欢迎回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专题四 叫做附属设施 附属设施这里主要有两个模块 首先第一个说的是排水设施 分为地面排水和地下排水 那么这里我们在前面 反复的在做题的时候出现过 对吧 就是这个地面排水设施 是会考察石土体的 然后第二个模块说的是防护与支挡 那么重点在支挡的这个地方 做一个考察 就是我们三个挡土墙 尤其是以前两个 重力士和加金土挡土墙 作为一个主要的案例考察要点 说白了 它的一个案例的方向 就是考察石土 考察我们挡土墙的具体的施工的技术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考点 叫做路面排水设施 其实我们前面讲了好多遍 对吧 我们的公路呢 他们最怕的就是水 甭管是我们上面往下的水 还是我们下面有地下水 对吧 它都会导致我们这个路基 以及路面的一个影响 好 所以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 要强化排水设施 降低呢 地下水和地表水呢 对于我们整个路的一个影响 那来看我们的第一个叫做地下排水 地下排水呢 有岸沟或者岸管 有肾沟 肾井和养鞋式排水口等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关键的什么岸地下嘛 对吧 或者肾沟 肾井 首先呢 第一个呢 叫岸沟或者岸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做好的 或者未来呢 要做的一个路基 然后呢 下面呢 有这么一个流向这个路基的地下水 那有地下水的话 如果流到这的话 水呢 会透过毛细现象呢 向上移 从而导致上 该部分土体 以及呢 我们这个路低呢 受到水的浸泡 而发生承载力不够 对吧 发生沉降啦 滑塌啦 等等 所以呢 你要把这个地下水呢 给它隔断 把这个水呢 给它排走 那一般呢 就是在我们流过来的这一侧呢 修建一桥 跟我们这个什么样 路低呢 平行的这么一条沟 对吧 水呢 透过这一侧 进到这个岸沟里边 然后给它排走 所以呢 我们这一侧呢 它是透水的 这一侧呢 它是防渗的 对吧 那边的水呢 再流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暗沟的一个 来看相关的内容 首先呢 第一个啊 基底范围 如果有泉水外泳的时候呢 一般呢 设置的是一个暗沟 大家想泉水 是不是就一个泉眼啊 咕嘟咕嘟 就在那一个地方 对吧 那它呢 是比较固定的 那既然说只有一个泉水的话 那你想想 这是一个沟啊 暗沟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路基 那扎里斯卡车的话 这里有个泉水 所以呢 水呢 就流向这里 进到了我们这个暗沟里边 那么其他的这些地方 需不需要渗水了 啊 基本上就可以啊 不考虑去渗水 对吧 因为我们主要呢 是排的这个什么 哎 这个固定的泉水 啊 来看具体施工要求 沟底呢 亦埋入不透水层内 沟壁最下一排的渗水口 那它的底部呢 亦高出 沟底呢 不小于0.2米 我们来看这个图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不透水层 对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沟底呢 伸到这个不透水层内 为什么 你想想 如果这个沟底呢 要么高于这个地方 要么跟它相邻着 那它都会有缝隙 水呢 还是会流过来的 对吧 所以呢要埋入不透水层内 然后呢 我们这一次呢 刚刚说了 它是渗水的 渗水呢 一般呢 会有一些渗水孔 大家想 如果我的渗水孔呢 在这儿有用没用 没有用呀 对吧 那不就挡住了吗 所以那我们最后一排的渗水孔呢 一般呢 是高于沟底呢 至少呢 在我们多少 哎 0.2米以上 啊 这样的话 是方便我们向下进水的 啊 沿着沟槽底呢 每隔10到15米或者当沟槽呢 通过软用岩分界处的时候呢 要设置伸缩缝或沉降缝啊 因为你看地质发生变化 可能会发生开裂 那你如果说是开裂的话 这里呢 我们直接给你设置好沉降缝 你如果要开裂的话 沿着这个地方采取措施就行 啊 顶面呢 用当设置混凝土盖板或者石料盖板 板顶上呢 甜土厚度用当大于500毫米 就说我们这个地方 首先呢 用一个什么混凝土盖板 给它封闭住 上面呢 再填上500毫米的封闭层 啊 我们说上面的水呢 我就不管了 上面的水呢 通过我们地表的设施呢 来给它排走 啊 按管 如果这个地方不做钩 做管 管的话 一般呢 用的是钢筋混凝土圆管 PBC管 或者说是钢纹的 哎 不能够管 啊 采用透水性材料做回填 厚度呢 一小约等于150毫米 啊 好 这是说的是这一个 之后呢 再来看第二个呢 叫肾沟 肾沟呢 它是干什么呀 它是降低地下水 或者拦截地下水 啊 大家想 我们前面呢 这个暗沟的话 主要呢 有泉水外涌的时候 对吧 那这个泉水呢 是比较固定的 所以呢 你可能整个沟壁呢 就这一个地方呢 进行一个渗水 但是我们这个肾沟呢 肾沟呢 说白了 就是地下水呢 如果说它不是固定的话 那你比如说啊 我这里可能要渗水 我这里可能要渗水 这里呢 可能要渗水 对吧 所以呢 我这一次的沟壁呢 可能它都是一个渗水的 啊 肾沟呢 一般呢 要包括三个结构层 分别是排水层 反律层和封闭层 三部分 那怎么来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我们总共呢 有五种沉沟 对吧 分别是田石沉沟 啊 管石沉沟 动石沉沟 边坡沉沟 和支冲沉沟 我们主要呢 先来看一下前三个 田石 管石 和动石 田石的话就是呢 我们用这个石头的缝隙 来进行一个排水 当然 大家想一下啊 我们水呢 假设这里呢 有地下水来流过来 对吧 流过来的话 那这里肯定是什么呀 肯定是透水的一面 大家想水来了以后呢 他会期待泥沙吧 泥沙的话会堵塞这个沟 所以呢 应当把泥沙给他堵在外面 把水呢 渗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设置什么 设置反律层 叫什么 过水 不过沙 对吧 我们的沙呢 都留在外面了 然后你再想 我们这里的话就进入了什么 进入了排水层了 排水层呢 填的是填石 大家想啊 我们是用大力量 逐步的往小力量过渡呢 还是小力量 逐步的往大力量去过渡 如果是大力量的话 它的缝隙呢 就比较大 那起不到一个反渗的作用 对吧 起不到一个反律层 所以呢 一般就是从小往大走 对吧 越大的话 缝隙呢 越大 方便排水 所以呢 下边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的大力量了 啊 就是上面都小一点 到了最底下 是大力量 缝隙来排水 好 第二个呢 就是用管式了 那么这个底部呢 铺设一个管 这个管上都有影 对吧 水呢 流进来以后呢 它是向下走的 好 那好 这个地方呢 也是要铺设一道反律层 然后呢 我们这个排水管呢 就是排水层 然后动势 下面呢 气柱这么一个啊 动势排水孔 好 那这里的话 也是反律层 正是我们的排水层 那上面的话 大家想 我们这属于肾沟 肾沟的排的是我们的地下水 那地表水呢 流量呢 是比较大的 对于我来说 肯定是能力有限 虽然在顶部呢 一般呢 设置一个封闭层 啊 所以呢 我就不排地表水了 只排地下水 就像我们这个图 对吧 在这里呢 设置一个封闭层 你地表水呢 由地表的排水设施来处理 我只排的是我们的地下水啊 中间呢 这里有个什么 哎 有一个封闭层 这是三个结构啊 排水层 反律层和封闭层 好 我们一次呢 来看一下各类肾沟的一个特点 首先第一个呢 叫填石肾 啊 在顶部呢 是要做封闭层的 并且呢 在上面呢 填一个厚度不小于0.5米的黏土防水层 了解即可 管式肾沟 一般呢 适应于地下水呢 流量较长 流量较大的一个地区 长度呢 在100到300米的时候呢 末端呢 一设置一个横向的泄水管 就说呢 我这个排水管呢 如果比较长的时候呢 可能呢 这个时候流量比较大 对吧 导致排水不畅 所以呢 我们一般呢 设置横向排水管 方便它呢 往外排水啊 就说白了 就简短我们一个 纵向的一个排水的长度 第三个呢 叫洞式深沟 就相对然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洞呢 会更大 排水层呢 会更大 对吧 所以呢 它适合的是流量呢 较大的底段 封闭层的厚度呢 也是大于500毫米 那洞顶呢 用盖板呢 来做覆盖 比如说上边这个地方呢 用的是盖板来覆盖 但是盖板和盖板的中间呢 是要有缝隙的 方便呢 我们水呢 进行下流 好 读一下就行了 那你来看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典型的 上面呢 是排地表水的 那这里的话 我们做什么 做封闭层 我们就不管了 对吧 然后呢 下面呢 排的是我们的地下水的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管式的 管式的深沟 好 再来看边坡深沟 边坡深沟的话 就是在我们路嵌的两侧的边坡上 如果这个边坡里边有水的话 对吧 我们通过一些框架结构来向外引水 其实这个框架上呢 它都有相关的缝隙来往外引水 那它主要干什么呀 用于疏干潮湿边坡和引牌边坡上局部出入的上层制水或泉水 并起了一个支冲的作用 基底呢 应当设置在潮湿土层以下的干燥地层内 啊 勾并的设置管理层 对吧 往外引的是水 不是沙 所以沙呢 还是留在我们这个土层里边去 好 再来看支撑深沟 支撑深沟呢 它主要在滑坡地段呢 出现啊 要保证呢 它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呢 应当把这个基底呢 埋入滑洞面以下 至少500毫米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滑洞面 对吧 你应当把这个基底呢 埋到它下面 至少500毫米 保证它的一个稳定性 啊 排水坡度 意为12%到4% 当滑洞面比较缓的时候呢 一座层台阶式支撑深沟 台阶宽度呢 大于2米 啊 在我们的侧壁和顶面呢 设置返利层 侧壁 顶面 设置返利层 寒冷的地区呢 要做防冻处理 之后呢 再出水口呢 设置端墙 那这里呢 假设是出水口 对吧 你要保证的这个孔口的一个稳定 保证的不受破坏 所以呢 在两侧呢 设置端墙 来保护这一个孔口 保护这个孔口 啊 肾沟呢 一般呢 是从下游向上游开挖 那保证呢 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坡度 你如果说从上往下挖的话 控制不好 是越挖越深 越挖越深 啊 从下向上开挖 啊 肾水材料呢 顶面不能低于原地下水位 当用于排除从尖水的时候呢 肾沟的底部 用到埋制在最下面的不透水层内 在冰洞地区呢 埋制深度 不能小于啊 当地的最小冻洁深度 要进行防洞的处理 基底呢 埋入不透水层之内 不小于0.5米 你看都是一样的 对吧 就说白了 我们这是不透水层 要保住的这个沟呢 它在下面 这样呢 避免呢 透过这个缝呢 流过去 啊 都要埋入这个不透水层内 一般呢 是不小于0.5米 沟壁的一侧 要设置返律层 另一侧呢 做防渗层 啊 避免呢 对我们这个路基呢 造成影响 啊 那如果说 渗沟的沟底 不能埋入透水层的时候呢 两侧沟壁 都用当设置返律层 就是把水呢 可能流过来了 流过来之后呢 你这一侧呢 也得设置一个渗水的 对吧 然后呢 水呢 流进来 所以呢 也是过水 不过沙 啊 那你如果说 隔断了以后呢 那只有这一侧 所以呢 只有这一侧呢 去做这什么 设置返律层 啊 返律层呢 一般的就是 分层呢 做填柱 如果用力量的话 啊 我们的封闭层呢 一般用的是 干气的片石 水泥沙浆 来做沟缝 或浆气片石 哈龙地区呢 要设置保温层 保温层呢 一般用的是 炉渣啦 沙粒啦 碎石啦 或者说草皮 啊 基底的甜石肾沟 应用采用的是 水稳性好的石料 保水的抗压强重 不小于 三十兆派 了解即可 啊 肾沟呢 间隔一定的距离 设置疏通井和横向排水管 对吧 分段呢 来排出我们的地下水 说白了 这个沟呢 如果比较长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呢 设置这么一些横向的泄水管 方便往外排水 当然的话 也设置一些疏通井 房子上里边有堵塞 我们急性的做一个疏通 啊 后面是顶部设置封闭层 厚度不小于500毫米 跟前面呢 重复了 啊 这里的话 这个案例题基本不会靠 就当做一个选择题 我们读一下 大脑里边有个印象就行 好 再来看一下肾井 我们了解它的概念就行了啊 地下水 如果埋藏比较深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在用肾沟的话 就不方便了 或者有固定含水层的时候 用的是肾井 一般呢 怎么办 我们就把这个水呢 哎 通过这个肾井呢 向下引 引到下边这个透水层里边去 说白了 我下面得有个什么 下面得有一个透水层 啊 如果底部呢 是不透水的 你把水引到哪去啊 引不出去 对吧 好 它下面有一个透水层 井壁和填充料之间 其实呢 要设置返利层 就往里边过水 不要过沙 填充料和返利层呢 分层 层部施工 那周围呢 这里呢 用粘土呢 做维护 加盖封闭 即可 好 再来看 养鞋式排水孔 那这个呢 一般呢 针对是这个泼面 对吧 如果有极重的地下水呢 我们设置这么一个 养鞋式的排水孔 水呢 直接通过这流出来即可 好 这是我们的地下水的排水设施 啊 来看啊 必须设置排水层 返利层和封闭层的排水设施 是谁啊 哎 叫做渗沟 答案呢 选择是C选项 好 某路基呢 在换田施工 换田深度呢 为2米 地下水位为地面以下1.8到2.0米 含水层以下为非透水层 为了降低和拦截地下水 则用当设置什么 这里呢 说的是地下水 对吧 地下水的话 肯定呢 要考虑的是肾井 或者说是肾沟 而不是急流槽和蒸发池 这个马上给大家讲 这属于啊 地上水 或者地表水 好 因为下面呢 属于非透水层 那你这个肾井呢 就饮不下去水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考虑的是田石深垢 答案呢 选的是地选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路基的地面排水设施 有边沟 洁水沟 排水沟 跌水 急流槽 蓝水带和蒸发池 首先第一个呢 叫做边沟 边沟呢 这两年呢 考察石途的频率呢 是比较高的 啊 我们来看具体的相关的一个规定 那一般呢 是在什么 挖方路基的路肩外侧 或者低路低的坡脚外侧 什么呀 就挖方的话 那就是这 对吧 出现了挖方 那如果说田土高度比较小的话 哎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呢 也叫什么 也叫做我们的这个边沟 有的时候呢 出现这样的 你看 那就比如说这里 啊 这里挺不高 但是呢 我这里的话 属于一个边坡 对吧 这里呢是田土 比较高一点 但在这里呢 有一个沟 那他也什么 也是我们的边沟啊 也是边沟啊 因为有汇集和排除路基范围内 和流向路基的少量的地面水的一个沟层 那下面的话就是我们教材里边的原话了 一般就是在挖方地段或者田土高度 小月边沟 小月边沟深度的田风地段 要去设置边沟啊 当我们的沟底呢 纵坡大于3%的时候呢 他流水呢 是有一个冲击势浓的 要采取加固的措施 再来看第二个呢 叫洁水沟 又称为天沟 是吧 开挖之前洁水先行 所有的排水设施都用当排在洁水沟的后面 那你来看这里呢是一个边沟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 设置了这么一道洁水沟 边沟上的水呢流过来之后呢 被洁水沟呢迅速的给它排走 来看具体的 洁水沟呢应当是先行施工的 长度呢一般是不超过500米 在不良地段 土质松软地段 透水性大的或者延时裂系比较多的地方呢 应当对这些沟底啊 沟壁或者排出水口呢 做一个防渗和加固措施 好下面这个数据要注意一下 那一般就是设在我们的坡顶 但是呢要远离坡顶 至少呢离开它5米 如果是黄土地区的话 至少呢离开它10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对吧 是吧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坡顶 要往外走5米 然后设置洁水沟 如果这个地方属于黄土的话 那就是离开它至少10米 然后洁水沟呢挖出的土 可以呢在我们路嵌和洁水沟之间呢 修成这么一个土台并夯实 但是呢注意 台顶呢应当筑成一个百分之二 倾向于洁水沟的一个横框 就是呢我们可以呢有这么一个土台 对吧 土台的话怎么办呀 它的顶部应当向我们这洁水沟 这样的话避免呢水呢往这里流 我们要保证它往洁水沟的内部呢去流 那这个汽土堆的话 那还是回到这边啊 因为那离这个坡角呢 至少呢是1到5米 对吧 离这个洁水沟的 但是离我们这个边坡呢 至少呢要在10米以上 啊 离那个汽土堆啊 洁水沟1到5米 离我们的坡顶呢 不少于10米啊 顶部呢设置一个百分之二 倾向于洁水沟的一个横框 防止水呢往我们这个路基里边呢去流 好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在山坡上做田方路基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需要去做洁水沟的 这个洁水沟呢 一般呢距离我们这个坡角呢 大体呢在2米以上 啊 好 你看这个留下这里呢有洁水沟 对吧 这里啊 距离坡角至少2米以上 之后呢 这里做回土航田 有一个百分之二的坡度 把水呢流到这个洁水沟里 好 这里也是啊 我们在这设置洁水沟 然后啊 百分之二的坡度流向这里 啊 就离开我们这个坡角呢 至少呢是啊 2米啊 至少呢2米 好 第三个呢是排水沟 其实排水沟呢 它主要呢在田方里边 当然是高田方啊 田方稍微高一点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两侧呢设置的是排水沟 好 那它一般呢 是要在拐弯处呢 要做成弧线 现在就像我们这个图啊 这个呢是一个挖方 所以那这里呢是什么 这里是边沟 这里呢是节水沟 它们汇集的这个位置 这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排水沟了 对吧 它主要呢是向外排放水 记着就行了 好 急流槽 急流槽的话了解一下就行啊 急流槽在哪呀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它就在路的两个边坡外面 啊 你来看 就是呢 我们这属于一个田方的 对吧 田方的话 大家想一想 上面有了水以后 它肯定是往两侧去流的吧 往两侧去流的 你让它随便的去流吗 不是 我们一般呢 通过这个蓝水带 把它汇集到某一处 然后呢 向外流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急流槽 啊 这是我们的急流槽 好 回过去之后呢 你来看 基础呢 嵌入稳固的机面内 按照要求呢 去气助抗滑平台 或者凹损 对超挖局部呢 采用了什么 同种材料 来去做一个施工 啊 就说白了 你急流槽 是什么样的材料 对吧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用什么材料呢 来给它做一个处理 就行了 同步呢 施工 当然 它下面的话 来看这个是一坨 下面呢 是有一个销利槽的 就是水呢 你从上面流下来 肯定有一个势能 会得我们这个坡脚呢 造成冲刷 那下边呢 是可以设置一个销利槽 如果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呢 会考一个 那你急流槽的底部 一般设置什么东西啊 设置这么一个销利槽啊 就行 啊 你看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路基的景面 水来了以后呢 往下流 对吧 哎 在这里呢 设置一个销利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急流槽 好 再来看一下 下面呢 叫跌水 跌水的话 大家想啊 我们如果说水 从高处往下流 那它势能呢 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如果做成这种形式 你看 那这样做成台阶形式 对吧 水呢 流到这儿 再流到这儿 再流到这儿 降低了它的一个 一次性的排水高度 可以降低呢 它的一个排水的势能 这就是我们的跌水 台阶高度呢 有呢 小于600毫米 啊 防止呢 势能过大就行 啊 下边呢 那也是要设置什么 设置销利尺啊 或者销利槽啊 然后呢 就蓝水原石 其实呢 你看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刚刚说的急流槽 对吧 路的表面 在最外两侧 设置蓝水原石 它有什么作用啊 就是把我们这个水呢 给它汇集到某一处 然后向外排走 避免呢 水呢 在我们路基上呢 进行一个红向慢流 导致呢 这个边坡呢 造成冲刷 这就是什么蓝水原石的一个作用 这是一块块的蓝水原石 那么构成什么 构成蓝水带 啊 是在路的最外侧 最最外侧了 你说如果给你一个路基的话 对吧 我们的蓝水原石呢 是应当在这的 啊 应当在这 是在最外侧了啊 它是汇集水的啊 为了避免高路低的边坡 被路面是能冲毁 所以呢 要设置蓝水原石 啊 然后呢 它是跟急流槽呢 连接就这个地方 设置一个喇叭口 就方便呢 向外排水 那第七个呢 叫蒸发池 这个呢 在20年的时候 考虑到选择题 所以呢 就不用管了 你看 我们这个蒸发池呢 要远离这个路基 避免呢 水呢 进行一个渗入 造成路基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 底面和侧面呢 要设置防渗措施 要远离这个路基 然后呢 周围呢 设置隔离山 进行维护 防止有人掉下去 淹溺死 高度呢 不能低于啊 1.8米 设置警示牌 读一下啊 不会再考了啊 已经考了一道选择题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路嵌施工的时候呢 排水设施呢 包括这一些 为你先施工的什么 你又记得 所有的排水设施 都赶不上这个 解水沟就行了啊 排水制 解水沟 答案选A 好 再来看 关于蒸发池的设置 设法中错误的事 读一下之后呢 咱们说紧离路基设置吗 不是 应当远离路基 对吧 避免的水呢 进行渗入 导致路基的一个影响 答案呢 选的是C选项